昨天廣州市發表通報說 全市新增6,296宗確診病例 外界普遍質疑官方數據的真實性 週二廣州市疫情新聞發布會上聲稱 全部感染者無一個是重症或是危重症 海珠區已經安排了2,400多名醫護人員 進入高風險區進行採養 廣州市一共啟用了6家方艙 開放2萬多張床位投入4,000多名醫護人員 根據大陸媒體《財新網》的報導說 一座新方艙正在白雲區的沙泰貨運站附近建設 預計11月18日即明天完成 至於海珠區是本輪疫情的重災區 當地強化風控措施已經持續兩次 在星期一晚上 該區多地民眾爆發示威抗議活動 人們推倒水馬衝到最外圍的防疫關卡出口 當局出動大批警力進行維穩 此外世界語聯BWF在官方網頁發表通告說 鑑於疫情所帶來的各種挑戰 世界語聯與中國羽毛球協會經過協商之後 決定更改總決賽的舉辦地點 將於12月7日在泰國曼谷進行賽事 至於原定於2023年5月在廣州舉辦的 世界田聯接力賽也都被推遲2年至2025年 根據《財新網》的報導 世界田聯在11月10日回覆記者的新聞時透露 推遲比賽主要是因為中國目前的疫情狀況 以及對國際遊客的旅遊限制 報導又說 2022年廣州馬拉松原本計劃在12月11日舉行 但是它的重要贊助商已經接到比賽延期資訊 在12月11日為自身保証商 這個騎馬拉松原本計劃在12月11日 總部長 目直播 市民行 市民行